摆短球 摆球的哪个部位 什么版型 摆短球哪何用力 短球 你摆短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首先第一我不能让对方打我 我摆短球不办法出台 你出台了就不叫短球 那么你要想对球摆的第一 要想摆的球不出台 你尽量和对球别发生碰撞 是不是啊 碰撞是俩碰撞 这是力量最大 我们的从下转球 我们的反手反思正好都反了 反弹正要尽量要碰撞 有刹刀力的时候尽量不用 当你没有刹刀力的时候 当你防守的时候 是吧 你正手围一把反手贴一下 你打我鼓没个 像这些球尽量别发生碰撞 发生碰撞就出台了 第一我们要想不碰撞 我们的板形不能是直的 我看了看我们的头板 大不可应该是这么丑 板 要么你肯定是碰撞的 你这个球根那时候它是平的 它就是碰撞的 拿个板 看了吗 这球是直的高 那么你的手要是 要走到争取的那手是平的 摆的是增的 是平的 我这么切的走 它这球是侧面 侧面的球是有时候高 它也不出台 出台了 它就不出台 看到了吗 看这儿你看 摆 看到了吗 这是你要摆球的部位 我摆斜线 我摆直线 我这么走 千万不要直接碰 我们这个板形就应该是直线的 走到鸟 跟左头打的这种 对不对 看这儿都看 看到了吗 但是这边是这么点 好算这球摆的是最好的 你摆这条线 摆正手 右手跟正手 所以我们训练的时候脑子有舒服 腿 摆短球的时候 一定这腿右手 摆不住 我们是站的 这样子来了 摆短球这样子站一个 再摆 连续摆 我们是这么摆的 看到了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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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摆短球 比如说我是直摆 原来是在腿的这样 摆 这腿总是在运动 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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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步法是四个步 一二三 摆一个 摆一个 应该是�色積 Or 是一步慢一个 摆一个 懂吧 这是一个板型和這個 这个用力 用力的时候最好的用力方法是腿和腰 别拿手用 摆断的时候 回去上去 腰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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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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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拿手 你紧张手一控住 瞧瞧瞧瞧 但是这个手不是不 腿腰踩住了 手一转 给一点的手力就可以了 你要是快摆的时候 你正好借着背方球跳起来 来 跳起来 给了 一个是要斜一点 球的侧的部位走一点 这是一个摆你的部位 一个是快 点是快 跳起来点 教练不用讲了吧 几个点不用再讲了吧 我们正常用的是五个点 背方球跳起来正常是五个点 我手指头从这算啊 这是什么点 高点 这是什么点 上升 这叫上升前期 上升后期 高点期 下降前期 下降后期 下降期 落点 这个落点期基本就得弹快到地下 跑这 谁用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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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喽 消球海底老院 这球够不着了 跑这来了 老爷过去张谢霖那小球直板子 够不着了 现在消球也进步了 也有时候小高点 是不是啊 我们有时候拉球穿越 下降 下降后期这个下降点 是不是啊 那么五个点当中的 白短球是上升前期 这是我要用的 正手的 反手的丝 正手的快拉快带 都是上升后期 你看白短球是这个点 看到吗 跳起来 慢慢 慢慢 正常白 正常白 看到吗 正常白是这点 看到吗 我快 上升前期 上升前期 你跳起来 懂了吗 你的反手事也是 你看在这儿 如果你反反手事快 快的时候 就在这儿点一跳起来 这个点 有时候上升前期 和上升后期的点 你就可以用这一点 下降球拉 冲的时候我有高点期了 我的高点期就出现了 这一点了 这高点期出来了 是不是啊 下降前期的时候 拉一个 下降前期的时候 反拉了到这儿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快拉快带的时候 你这个点了 好 别上升前期了 这快拉快带 你跳起来 哦 这点都明白了吗 啊 白短的球是这个 那么 你白短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呢 你在比赛当中 什么情况下才白 准备 比赛大准备 我给你发一个啊 白吗 这是短球吗 摆吗 不摆 什么情况下摆 没法拧合球的情况下 很简单 转的 对吧 短球人给我一个转的 他说那个 拧不了了 挑不了了 我摆一个 明白了吧 对吧 那么我判断出来 这球转了 我要打不了 挑不了 拧不了怎么办 我摆的时候怎么办 我要跟你讲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一人 下下经常出现什么问题 就知道人家球短了 转了 还下跑 那么这个时候 又有一个环节 白短球的板型的调度 中段上有个一个 知道这球转了 我宁可出界 我不能让他下 下拳球 我跟小小打对方 他也转了 我家里 我力量比较喜欢的 我要货王 我出界不怕 对方拉一个强烈的弧拳球 我宁可下王 我不能让他出界 很多运团就知道这个球转了 下下机一当 还重建 还肥 这是最可怕 这是你打亮的问题 这不是你小王问的 你打亮不敢做 那么你知道那时候转了 你要会调板型的 你摆到的时候 你摆到的时候 我们一般 来 我们摆到的时候 我们这么摆 看到了 我一下来这么摆 我这么摆了 看到了 是不是 就摆了 把一个转的 他发一个转的了 我还这样摆 看完了 那比赛事实肯定要下完了 那么怎么办 我们的板型会调节 会往后一样 会跟发下拳球一样 我们发下拳球怎么发 我们这么发一个下拳球 是不是 就为了发钻 他回来 无限低 我摆的时候 我要回下拳 拖起来 把手拖起来 钻 这就完了 我就是高一点 大部分运动 我现在 短球和半球 它还没时间 大部分运动 我现在短球和半球还没时间 都是发完了 你看你摆一高球 轮到他抢了 当你手运行当时 这球下来 我都原来打丢了 或者打飞了 回来看吧 接球 他赖球 是不是 所以我们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看这球 一转 给他一个 你看啊 我都用这么大力 他也不出来 因为我摆的是特别 这个规律要怎么好 转的和不转的 当我看不出来 对方发的球 我也拧不了 是吧 我一看 让对方发一个平补球 你看发一个 这球我一看 一摆可能要高 我这球 他发的有点长 我将来就推 推一个 推一个 切一个 或者批一个长 就解决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 短球就解决了 是不是 他发高了 发测拳了 我能拧了 我上一根拧他了 所以这个球 这个球是最关键的 所有的比赛 都是从正手突破 我们右手比赛 他跟左手打 为什么左手发球 从正手突破 所以这个球 从你练兵方球那天起 你就得把他要过关 把短球 把台内短球 变成优点 许欣就说回来 许欣为什么棒 就这球棒 你只要给他四分之三来 台内短球 该打他打哪 你别想 反手小弹球 可以太大了 不行 他侧不开了 之所以他为什么在方打 能让特别突出 他这点球太好 好 人家许欣那个高个大 他这个反手从小 这技术不像打得这么大 所以他反手有点困难 所以这个短球 是我们每一个运动 在比赛当中最难点 冰方球技术有两个最难的技术 好吧 就一个正手短球 一个是回反手长 这是我们最难的 每一个运动员都有 首先是我们离身子最远的 两个支撑点 所以这个短球 我们在为什么这次来 给你们把短球白短给你们控制 到比赛当中一紧张 我不敢赢了 你们有时候不注意 你们到这个年龄那儿 你们也没研究 即可真正拿到一位冠军的时候 到关键时候拧那个球 没有解 到关键他就是一个 他白拧 你到以前他拧了 他白拧了 得回来我再给你一下 百分之百的运转 都讲连他关键时候拧了 他恰恰给你来一个 是不是 那这时候就给你破坏了 所以这个白短能明白了吗 一个是腿的步伐 一个是我们摆成的部位 第二个点 再一个我们摆成的调节 这几个环节 我们都注意了